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Sales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部署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 今天咱们讲解一下 关于Sales如何安全设定 如果在咱们生产环境中 让它更安全 这是咱们今天的话题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Sales的安全问题 首先说 这不是Sales本身的安全问题 是说咱们只要开发Web用程序 都会遇到的安全问题 这才是咱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咱们看一下 关于安全问题 Sales官网给咱们提供了一个主题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再次重申 这个安全问题 不是Sales安全问题 是咱们开发网站 都会遇到的问题 大家请看 点击的这个黑客点击 然后这个内容安全 然后是这个跨域存取 然后这个非服务器攻击 拒绝服务攻击等等等等 包括这个close site 这是咱们所有开发Web 都要遇到的问题 那么该怎么解决呢 一部分是通过咱们 这个Sales设置进行解决 一部分是咱们在编码过程中 需要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解决 好 咱们看一下我对Sales 推荐的一个安全配置 推荐给您 首先说该怎么做 咱们在config文件加下 环境 这个环境是怎么念env envariant 对吧 下面有一个product 产品环境设置变量 咱们更改一下这个文件 加上我下面这个配置 在哪 咱们看一下 myweb config 然后是env下面的production 这个里面存放什么 存放着各种各样的生产环境中的变量 我把它去掉 默认咱们不要 好 咱要什么 我考过来 要我这个 把它考过来 考过来之后 我一行一行跟您说 整形 这样的话 咱们的程序就相对安全一些 稍等 我这个空格改一下 我喜欢四个空格 再排序 OK 这应该就是 我推荐您的所有设置 咱们看一下 首先说 这不用说了 蓝图设置 推荐您使用自动路由 我后面都写了 大家请 推荐您使用自动路由 这样的话 咱们需要做好什么 做好URL存取的监视 以及这个 存取的一些策略 就可以 因为action 它是自动给咱们生成路由 非常的方便 所以这功能咱们不用的话 有点说过去 所以说这地方要用处 咱们要这个功能 但是REST 这是什么 这个是 其实按理说 REST也应该要 但是我以前跟您介绍过 就说 如果咱们用REST API的方式 咱们需要对每个REST 提供非常非常阳格的 什么用户授权的设置 那坏的话说 咱们把真正原始的API 暴露给用户的话 这个其实是 作为我来说 是不推荐这种做法 所以干脆这个技能咱就不要 咱们不把咱们这个系统中 用最原始的API 暴露给用户 No 咱不要 所以说这个地方 咱们视为FALSE 有朋友说 没关系 我有自信 我能把这个安全策略控制特别好 那您这生处也没问题 然后这个Solocast 这都不用说了 这个连这个Sales官网 都是说 这个是用于开发测试 绝对不能用于生产环境 所以这个地方 必须视为FALSE 它干什么的 它是可以通过UR 通过浏览器 GAD方式 就能够对数据库进行增山查改 非常的危险 所以说 所谓FALSE 好 接下来 这是跨域资源存取 这个和下面都是一样 一个是跨域资源存取 一个是跨域请求 这两个咱一起讲吧 什么意思 比如说 我做一个API的服务器 但是我的API服务器 不想让所有人都能用 为什么 增加我系统的负荷 对吧 我只想给一部分的路由 或者说一部分的域使用 该怎么设置 就这么设置 大家请看 跨域资源存取 是所有的路由吗 当然不是给所有的路由 是给一般的路由 然后 我只允许哪些个域能够访问 你看我这写上了 只能允许这个域 逗号 或者这个域进行访问 其他域能不能访问 就不能访问 增加他们的安全性 对不对 然后访问的时候 cookie需不需要验证 需要验证 这写出 这样的话 你的网站就相对安全一些 下面是什么 下面是跨域的请求存取 比如说 用户有一个A.com独门 咱们是B.com独门 对吧 他在上面做很多设置之后 当用户提交的时候 他向咱们预计提交 这咱不允许 对吧 有安全问题 所以说咱们要设置了 我不希望你能够跨域损取 你每提交过来的数据的话 我都会给你发现一个key 进行验证 该怎么做 就是CSRF等于处来设置 我这样只是给您做一个大概的描述 具体的 这个CRF 包括这个CORS 该怎么做 有wiki的定义 以及咱们Series 推荐咱们的一些设置 我的网页都给您找出来了 您去读一下就可以 这样的话 您的网站相对来说 就会比较的安全 大人说了 你说这个close site SXSS 这个能不能控制 这个只能说是您业务级控制 为什么 比如说用户输入一个HTML内容 然后提交到咱们的数据库 当咱们显示出来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按照这个HTML 按照这个扎描脚本 动态显示 这样的话 咱们肯定会有安全隐患 这个它是业务级的问题 所以说您需要业务级开发时 注意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关于Series安全设置的问题 当然了 安全问题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 有机会咱们再一起讨论 好 今天这个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 您会传到Youtube优酷 顾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在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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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